大家好,這次為大家介紹一下上個禮拜空運到港的新玩具 這個新玩具特別在今年2014年在美國聖地牙哥動漫節會場中的Mattel限定版 因為限定版在香港來說應該不會有代理可以回到 還有銷售速度都相當快 這車可能在很多人看到的外形會覺得奇怪為何好像未見過 這個款式應該是今年年尾新的蝙蝠盒Fanchise 最後一個系列Arcum Knight 裡面一個新的Badmobile 這個Badmobile特別在 它除了本身現在的形態是Badmobile的蝙蝠車以外 遊戲裡面是有變形的功能 等一下可以示範一下變形的功能 究竟是如何由一個車變成一個坦克 特別在它除了可以變形之外 會有一些聲音的效果 也都會有現在時很基本的一些燈光效果 首先我示範一下這個變形的效果和功能 首先找我美女老婆 先阻一下這個拍攝小姐 暫時摺摺摺 OK 好了 變形的方面很簡單 將後面這兩個位置拉開 拉開的時候大家會聽到有變形的聲音出現 然後當它變成坦克之後 你會看到四個輪胎是可以呈現這個360度旋轉的效果 在遊戲的設定裡面它在坦克它可以橫移 原地旋轉 可以方便它去做任何作戰的狀態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是坦克 好像看到沒有什麼武器一樣 其實武器是內藏的 武器方面 一支火神式的機關槍 遊戲設定這邊應該是迫擊炮 前面的那個是坦克 我們示範一下這個效果 可以移動近一點 這個火神式 後面有一顆按鈕 按鈕之後你會看到有聲音和光的效果 還有你留心細心看一下 裡面是會轉動的 我再示範一個特別的功能 大家看到了 跟真實的火神式機關槍一樣 當它連續發射之後 它會出現overheat的效果 你看到一個紅燈 當它冷靜之後 會自行關燈就可以繼續作戰 到這邊 大家看到原地旋轉的效果 很厲害 這邊是迫擊炮 但是迫擊炮我不是太明白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機關槍的聲響 前面這個是坦克炮 坦克炮就不會有光的效果 不過呢 你看到 當你兩顆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發出坦克的炮聲 因為我們的美女主持是在敷面面 所以為了方便敷面面 我首先 又在這裡表演一下 還原那個功能之後 我們就 再慢慢去介紹一下細節 還原很簡單 把後面兩隻腳 把後面兩隻腳 撈起來 大家剛才會聽到 邊形 有聲音 還原 每天都會有聲音 OK 好 麻煩我們美女的拍攝老婆 她可以去拍攝 好嗎 剛才在變形的時候介紹過 當它變成坦克模式的時候 這個輪胎是會 可以做到360度旋轉的效果 但當它變回普通的backmobile的時候 輪胎是不需要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這裡有一個挺貼心的功能 就是這裡有一個up位 可以看看裡面 會不會太黑 可能大家看不到 總之就是那個up位 你將當輪胎 在那個up位 拍攝的時候 這個輪胎會固定在那個位置 後面這個也是 後面輪胎也是 這裡也是有一個up位 會不會像在這個tank mode 坦克車 mode裡面會在旋轉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好 把它還原到backmobile的模式和狀態 我們去看看一些細節的位置 可能大家都知道Mattel是一間出小孩子的玩具 它比較少出好像這一次Arcum Knight Badmobile 這種叫Addo Collector Series 盒子很大,也相當漂亮,但實在沒有地方放置 所以我只拍了幾張照片就把盒子處理了 我們慢慢從車頭開始看 前面這些位置有輕微的舊法 效果可以說是Acceptable 前面這個是鬼面罩 這個設計你會看到前面會有類似蝙蝠盒的標誌 這個前面應該雖然遊戲未推出 但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估計應該在遊戲裡面 它可能是一些鐵索 諸如此類功能的一些機關 大家可能在這裡看到 這裡其實是有兩盞燈 有兩盞燈的 一會兒我們會示範一下 這兩盞燈其實都是會亮 還有會有些特別的效果 OK 好 這個內藏武器我們首先把它關上 因為我要向大家展示一下駕駛艙 駕駛艙 我就必須要先把這一部分收起來 要收起來很簡單 首先把前面的坦克那支炮縮起來 然後用電腦部裏面的衛著 就這樣就可以擦上一張 旁邊的火神也擦上一張 把碑穿上去 這是一個不透明深茶色的膠片 應該是終於圓住了 所有蝙蝠車的擋風玻璃應該都是一些單邊的鏡片 在裡面才看到外面,外面就看不到裡面 這個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就打開 這個套裝裡面其實是跟了一個3.75吋的蝙蝠盒 很可惜,這個3.75吋的Batman的設定 應該是這個Series遊戲裡面的第一個 應該是Arcum Asylum裡面的設定 很明顯是錯的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它會按著這個遊戲系列出不同裝備 或者不同外形的蝙蝠盒 所以這個是GAMIC的東西,我也不太喜歡 全新可動的 不過大家如果有玩那些3.75吋的FIGURES都知道 雖然是可動,不過可動程度就不太理想 而且因為它本身的尺寸 因為它本身的尺寸也很小 所以對一些細微的細微的細微的尺寸 就不要太高要求 可以看看它的面相和頭雕 都相當之窮胸極膜 驚嚇程度我覺得都相當高 有200% 整隻蝙蝠盒是可以很穩陣地坐在駕駛艙裡 我也沒有打算把它放出來 因為實在是挺帥的 好,接著我們再看看其他細細的位置 輪胎那裡應該是跟遊戲的設定 是完全一模一樣 是分開由兩邊的輪胎組件組成 方便在不同凹凸的地方行駛 大家可能看到了 大家細心去看看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做得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車輪的輪胎 大家看到這裡其實有一個編發合的標誌 但是我不明白 在這邊的正面 其實在這個反面那裡 是不會有螺絲位的 但是如果說外觀來說 為什麼不可以把沒有洞的那一邊 做在後面旁邊 而有洞的這個會向這邊 我覺得這個是不夠仔細的 一些內床的基件 都會有做到 一個可見的效果出來 四個輪胎都是基本上設定一模一樣 都是會有兵法的logo 我們來遠一點再看看 大家在後面可以看到它的定峰液 可以隱約感受到它有蝙蝠盒的味道和風格 好 後面這些應該是引擎的排氣口 來的 亦都是有可能在一些聲音 發聲的位置 再看看武器的部分 內床武器 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我自己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應該有的細節都會有的 這個是車的後半部分 車尾 定峰液這些是軟膠 軟膠 下面這個是 還有所有蝙蝠車的聲音 它的渦輪增壓器 這裡是有一顆按鈕 也是其中一個可以玩的機關 這個按鈕有三個模式 是可以控制車的啟動 還有應該是一個撞爛或撞牆的聲音效果 還有第三個模式 就是可以展示這個 渦輪引擎 會發光的 我們試一試這個效果 剛才我剛才說的應該是撞牆撞玻璃 這個應該是引擎的啟動聲音 好 好 第三個 我覺得它是相當有誠意的 你看到它是會有漸變光暗的效果 亦都不會很單一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之好玩的 剛才介紹過 後面的兩個按鈕 其實是有兩個模式的 我再示範 剛才我有說過 前面這個位置其實是兩盞燈來的 要啟動這盞燈 其實就是按回剛才那個按鈕 是相當之光的 還有效果是相當之不錯的 OK 大致上要跟大家介紹它的功能 它的效果 是好玩的地方 基本上都已經介紹過 價錢方面 你們可能都會很有興趣 這個車定價 85元美金 因為在美國那邊訂回來 所以就有DHL200多 300元的費用 所以這輛車隔起來之後 就應該是不需要1000元港幣 我從來都不玩Mattel的玩具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我是玩一些比較細緻一點 細緻度高一點的玩具 不過這輛車 我覺得它第一輛錢不貴 二來本身 Arkham City Arkham系列 這個遊戲其實我覺得 都是忠實擁等 還有遊戲未出的時候 我都看過關於 這個Backmobile的Trailer 我是相當之喜歡的這個設定 還有再加上 知道它有聲音效果 有光 可以亮燈 還有可以變形 所以最後 在一些特殊的圖片之下 找到一些人幫忙 可以訂到這輛車回來 滿意的 價錢不貴 亦都好玩好看 好 暫時介紹到這麼多 如果下次再有些好玩 正的玩具 我再拍一些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